茶帮你泡好了 你是吗 碰子来了 大家好我是丁扣扣 哈喽我是小助理 首先说句不好意思 已经停更一年了 你为什么停更呢 我是跟不动的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 我们总结了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身体不行了 经常对着手机还有电脑 一看屏幕就容易头晕目眩 根本没有办法拍视频 还有就是医生说我得了 叫什么 食物功能 神经食物功能紊乱 语言照来我感觉你 还经常容易失眠 得了口作综合症 就像嘴巴里被废水烫过的一样的感觉 第二情绪不佳 我作为出镜者 他作为摄影师 经常会立场不同而发生争论 比如作为出镜者的角度 当然怎么顺手怎么来 倒茶就这么倒 不对不对不对 摄影师的角度要面对观众倒闭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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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为了这种事情 经常吵架 第三 用爱发电 电量不足 今年的大环境 直接导致商单锐紧 比如以前 接一张商单 有钱又能吃 现在呢 没钱还得跟另一个 up主拼单 简直像要饭的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呢 我们想停下来 停更一年 出去走走 我们去了云南和新疆走了一圈 顺便开了个新号 三猫流浪记 这个号是抠抠全全运营的 拍摄剪辑后期 制作一条龙 我基本没怎么插手 而是反向操作 我作为出镜者 抠抠尝试着站在摄影师的角度考虑问题 果然犯了很多我之前的错误 比如强迫症 总觉得画面不完美 没有捕捉到想要的镜头 我作为过来人 劝告他不要太求全 不要太要求完美 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对画面的高要求 让coco很不好受 coco凭借他的实用主义的旅行攻略 在某书上也获得了几个爆点一些流量 更没想到的是三猫这个号 还为我们找到了点工作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接拍一些美食类商单 与其说是工作 还不如说是用视频换点免费吃喝 把下馆子的钱给省了 蹭吃蹭喝拍广告 没有收入混饭吃 第二个机会是因为拍广告而结缘的一家企业 客户可以线上选购切配好的料理包 主打一个小白也能轻松烹饪 周末线下组织料理活动 教厨房小白们做菜 我们被请过去做了周末授课老师 教大家做拉面和其他料理 顺便说一句 他家年底就要关门歇业了 感受一下现在的环境吧 真是凉分嗖嗖啊 第三个机会是在杭州举办的 每年一度的OTC小镇 里边有市集 有美食 有各种新奇的体验 有人工造雪 反正就是个周末拔草的好去处 我们被邀请去做拉面体验 工作任务就是带领宝子们可以飞出一根面 并可以品尝到自己拉的这碗面 这些工作可能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工作机会 也赚不了什么钱 而且超级耗费体力 要准备那么多面粉 揉这么大的一个面团 更多的是参与主办方的活动 但是我们很感激 因为在这些工作中 又恢复到小助理拍视频 我出镜的模式中 我们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 所以没有出现因拍摄立场不同 而产生的矛盾 既是有也能耐心和宽容的讨论和交流 我经过一年多的调整 我觉得我们身体方面 心理方面都在慢慢调整 也互相理解的 所以说问题一和问题二就不存在了 至于大环境 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 能做的就是调节资深 重新出发 欢迎未来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年纪 已经是40加的年纪 能说的 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祖国很多山河 我们还没有去过 梦想明年到处走走 走到一个地方 就住一段时间 把当地的美食拍一拍 所以将来的丁枯枯号 可能有很大的改变 你帮我得也说对了 简而言之 就是要做一个旅居中国的美食号 具体怎么做 现在都还没有想好 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全新的丁枯枯号 再见 谢谢啦 咯 咯 咚